先抓到,講類似像這樣子 他會幫我抓到一個位置 大概都會抓到小數點到第六位吧 那自動怎麼樣?你就給他一個景點名稱 然後詳細內容,按插入之後 就可以怎麼樣呢?就可以增加一個景點了 下一次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個景點 實際上這個範例說真的 你也真的可以拿來當成你以後的旅遊的事件簿了 直接可以拿來用了 只是說你外觀你也許不一定要長這樣子 你把它改個顏色吧 改哪裡應該上了一個學期 我想應該大家都知道改哪裡了吧 應該那個姓名那個部分應該知道怎麼改的 按鈕你也可以自己去改一下 另外這一題還不只是這樣子 如果你要導航的話 你想說這邊有沒有辦法幫你導航一下 如果可以導航的話那更棒 那這一題實際上 比如說我今天有一個位置進來之後 甚至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路徑規劃 有沒有看到?你可以點擊下來的話 他就會直接怎麼樣?幫你跳出 直接跳到Google地圖來 然後這邊有個導航 如果說你的手機是比較新的手機 上面還會有個導航按鈕 按下去 真的會幫你導航 Google的手機 裡面Google 他會跳到Google地圖上面 幫你去導航 是不會有問題的 不過但是還是要小心 因為Google地圖 導航出來的結果 不見得是最佳的 有的時候因為他沒有實測過 有時候可能會 像最近還有一個新聞怎麼樣 就是害人家走錯路 走到不知道走到哪裡去吧 然後還要警察去幫他救他之類的 因為Google地圖還是會有出包的狀態 不過像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會用Google地圖來當參考 因為他的好處是說 他說放很方便 他的細節也很清楚 但是真的導航的話 我可能會用其他的 比如說像我用過 我就覺得最順手還是用那個 車機專用 就是像Garmy這種的 Garmy他目前好像沒有那個APP 我覺得他因為他的好處是 他真的有車子在外面跑 就是全程有沒有 那個路啊 他是跑過了 然後有回報 或者是說有使用者 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會回報給那個Garmy 然後Garmy會把它修正一下 不斷不斷修正 比較不會遇到說 像什麼那個路本來就不通了 結果你還幫人家做導航之類的 另外好像目前手機上面用的比較多 像什麼導航王不知道各位有用過 好像還蠻多人有在用 那我手機上也有裝了 有時候怎麼樣 無聊的時候 就兩三台讓他一起導航看看 比較一下哪一台導航的狀況最佳 後來發現 還是Garmy好一點 就是你比較對他放心一些些 給他地址 他就剛好怎麼樣 車子到達那個地址旁邊 真的蠻精確的 OK這個地方的話 還可以做導航 那導航怎麼做 其實在這裡 城市就在這個地方 各位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參考一下 另外這一家 有沒有 這一家的這個 你也可以網路搜尋 那這個網路搜尋 也是一行程式而已 他只是怎麼樣 幫你把這一個有沒有關鍵字怎麼樣 名稱在Google上面搜尋一下 他把這個關鍵字帶到有沒有 其實就是上面這個 這邊只是把關鍵字帶過來而已 那前後串接什麼 Google有沒有 就可以得到這一個景點 他在Google上面搜尋的結果 所以也是一行程式 那這裡這一個部分 其實也可以值得參考 所以這一題的話 我覺得蠻多地方 都可以拿來 拿來做做學習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稍微了解一下 請各位先把 這個完成的檔案先打開來 裡面的話 index 稍微了解一下他的結構 那主要他的畫面 會有需要有五個頁面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大概 簡單的另外再新增一個index 來參考他的 因為有些東西 如果要整個全部重做的話 可能花太多時間 時間也不太夠 所以大概學他的 然後怎麼樣呢 然後來做一個變更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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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